大家好,香港的事情闹到今天 那么大陆终于出手了 首先是陷害孟晚舟,陷害华为的香港汇丰银行的总裁被辞职了 然后呢,香港的匪首,也就是黎智英,苹果日报的创始人董事长 他的账户被封了 然后是英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地勤部门解散 空姐呢,还有很多地勤人员,全部失业 只能说这个报应啊,来得太快 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国泰航空被禁飞,禁止飞往大陆 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民航总局向国泰航空发布了安全风险警示 这也是中国民航总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安全警示 基本可以预见国泰航空就已经凉了 那么根据民航总局的要求 国泰航空飞往内地的航班,存在风险 因为之前啊,在香港暴乱的时候 有参与被警方拘留的副机师 他被保释了,但不代表他没有罪啊 可是啊,国泰航空并没有对他禁飞 那么他依旧正常的飞行,给飞机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隐患 大家也知道啊,马航失事有很多证据表明啊 就是当事的机长是带着情绪上飞机的 他不想活了,要带着大家一起陪葬 那么同样啊,这个副机师如果带着情绪 带着暴力因素上飞机 会对飞机上的乘客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而国泰航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那么有网友拍摄了 国泰航空在介绍北京的时候啊 是北京China 但是介绍香港就是Hong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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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台北就是台北台湾 这显然涉嫌了台独和港独 再一个呢,就是国泰航空的大量的空服人员 参与了多次的罢工 参与了反送中啊,反路的罢工 所以呢,中国民航总局认为这也存在着风险 要求国泰航空飞往内地的航班 要提供空服人员的信息 那么如果参与到这些罢工当中的空服人员呢 是不能分往内地的 这里解释一下中国民航总局说的内地 不仅仅是飞往内地城市的航班 譬如,飞往北京,飞往上海了 不完全是啊 我以前的视频说过啊 香港这个位置啊 它完全被中国大陆的领海领空包在里面了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行使我们的领海自由 领空自由 不让香港的人财物进出大陆的领海领空 那么香港啊,就一 一个人啊,一丝货物都不可能进出啊 香港就会彻底的困死在香港那个小地方 因为香港左边的海域是深圳的 右边的海域是惠州的 香港南边的海域啊 是珠海的 所以,对吧 香港啊,被大陆的深圳 珠海和惠州完全包了起来 香港要想进出 要想和外界交流 必须要经过大陆的领海领空 所以啊,这一次民航总局 对国泰航空的这个禁令啊 是针对的大陆的领空 那么如果啊,大陆的领空对国泰航空 这么严厉的制裁 国泰航空基本就凉了 或者是按照民航总局的要求 可是啊,大概查了一下啊 国泰航空的空服人员 基本全部都参与了啊 这个反送中的集会 那也就是意味着啊 国泰航空要想重新飞行 他得把这些空服人员全部开除 这是很难实现的啊 国泰航空要做到这一点 他也没有办法重新招来这么多人 所以摆在国泰航空面前的困境 是很深的 那国泰航空总部也发了一个声明啊 又是支持一国两制 坚决反对港独等等 可是啊,发这个声明 只能说求生欲瞒们 但是已经晚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之前啊,国泰航空的空服人员 第七人员罢工啊 上机场什么万人大街机 我也不知道这个万人大街机是什么意思啊 国泰航空还说那是工会的意见啊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管不着工会 但是啊,从我们大陆的角度讲 这个工会和你有没有关系 你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对吧 你这个总部你能不能管这工会 你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罢工的人啊 你只要参与反送中的人 他是你国泰航空的人 这就足够了 你说其他的没有意义 那都是你内部的事 你跟我没关系 对吧 只要你参与罢工的人 是你国泰航空的人 这个锅啊 你就要背 所以从目前来看吧 呃,这个出售还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国泰航空这个事情 他大概让香港人啊 要认清 对吧 像之前视频说的啊 如果没有了中国大陆 香港一个人啊 一丝货物都没有办法出去 香港只能困死在那个岛里啊 啊 香港有一位鸡尸出身的议员 叫做谭永豪 说大陆这是白色恐怖 真他妈搞笑啊 我们的领海 我们的领空 对吧 我们想怎么搞 这是国家主权所 赋予我们的啊 这个谭永豪 对吧 这个罢工啊 你也是个领导人物 你们比也老讲自由啊 香港人要争取自由啊 对吧 那我们大陆这个领海领空 我们也有行使我们领海领空 权力的自由 所以以前看香港城市论坛吧 啊 香港的议员也不知道叫什么 啊 老说这个啊 大陆干预过多呀 美国会取消香港的什么这个待遇 那个待遇的香港就完蛋了 那在这里也要让你清楚一点啊 美国取消你待遇 你完不完蛋 我不知道 你还是更要担心呀 大陆取不取消 允许香港的啊 飞机货物 自由进出大陆领海领空的权利 如果大陆取消你这个权利 那你才是真的完蛋了啊 所以啊 看问题啊 要全面 不要老双标 那么我在油管上跟几个 这个你说泛民也好 港族也好啊 争了一下这个事啊 他们说香港人 什么罢工维护自由是你的 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却永远忽略了 像前面说的 对吧 大陆依法行使大陆领空领海的权利 那也是我们的权利啊 我们的领空领海 对吧 我不想让你进 我不想让你出 这也是我们的自由啊 自由是相对的 不光是你有自由啊 我们有自由 所以从和他们的讨论当中啊 就感觉很多香港人有一个思想上的惯性 他觉得啊 他们随便使用大陆的领空领海 是想当然的 是天然的 你就应该给你用的 但事实上不是 我们也可以不给你用 尤其是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 对吧 大陆和香港不是一个制度啊 那么尤其是在制度上 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隔阂 那么香港啊 勾结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英国也好 这些外国的反动势力吧 不停的反路反中 那么你既然反对我 其实啊 不用大陆计 你自己就不能走啊 对吧 你既然反对大陆 你为什么要走大陆的领海领空呢 所以啊 以后这个国台航空 就从新界分九龙 从九龙分新界 就在香港岛上空那一边地儿 自个儿转悠着玩吧 香港的船也一样了 对吧 你可以从元朗使下新界 把元朗的土特产卖到新界 再把新界的土特产品 卖到元朗啊 或者卖到港岛 你自己在那转悠吧 对不对 你要离开了大陆的领海领空 香港一切都玩完呢 所以香港一切繁荣发达的基础 都在大陆 都在大陆这个领海领空啊 对吧 让你随便用 让你随便进出 让香港的人 还有香港的货物 都能够随便的进出 能够和世界交往 这都是大陆或者中央政府给你的吧 对吧 如果中央政府不让你交往 你也不能交往啊 对吧 这大陆的领空 全力的自由 不让你进就不让你进 不让你出就不让你出啊 在这边啰嗦的有点多啊 只是想把 这个事情说清楚吧 那么同时啊 那么大陆除了国泰航空之外啊 也在制裁一些 在 这次啊 你说反送中也好 还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也好 比如那个宝框利水等等吧 对这些企业啊 都要进行制裁 其实你从国泰航空就能够看出来了 别看这些家伙在香港闹得欢啊 日后你给他拉清单的时候 这些人贵的比谁多快啊 现在很多香港之前 支持过参与过的企业 现在都在撇清关系 都在发言声明 支持一国两制 香港是中国的等等 但说实话已经晚了 国台办那句话 反走过必留痕迹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日的中国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呀 你做了什么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并不像以前一样 以前中国在国际上 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对吧 那么你道了歉就拉倒了 现在是不一样的 不仅仅是道歉 你还要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 那么香港的一切的企业 就和国泰航空一样 大陆的领海领空 只要不让你走 对吧 你只能困死在港岛上 你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都会掐断的啊 所以啊 不知道接下来啊 这个中央政府会不会有更重的手 其实从这个国泰航空啊 还有这个汇丰银行来看 大陆啊 要制止动乱 止暴制乱的话 对吧 也用不着说出武警啊 或者出解放局啊 直接从经济上制裁就可以了 直接对吧 从这个领海领空这个方面 对你进行封锁围堵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的 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我们看国泰航空 真的好简单啊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香港啊 就是被大陆给掐的死死的 根本翻不起大浪了 以前不把你当回事吧 是灌着你 纵容你 但是啊 也别觉得大陆的忍耐是没有底线的 最后吧 还是劝这些 民主派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好吧 好自为之吧 还有香港这些外国势力 都好自为之吧 因为中央开始慢慢的出手了 那么香港的很多的外国势力啊 就会逐渐和国泰航空一样啊 最终就彻底的凉凉了 你不但破产了 你还有那么多的员工啊 那么多的遣散费 等着你掏呢 这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啊 不但没有在香港赚到什么 没有通过香港在大陆赚到什么 反倒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好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